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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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位拥有八郡曾经和西王母艳于瑶池的牧天子 最晚到管仲父亲的时候 管仲的家族开始效力于齐国 管仲的父亲曾经担任过齐国的大父 可惜在管仲幼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因此管仲家家到中落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和同乡好友包书牙一起做生意户口 正是这段人生经历 不仅让管仲结交了他一生的贵人 知己至交豹树牙 而且更是让他在商业的战场上有了更多的历练 为管仲后来的经济之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世家子弟 后来管仲和豹树牙还是找到了入世的机会 成为了齐国的大父 这时候齐国在位的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齐乡公 他这辈子干的最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和他的亲妹妹文江撕通乱伦 然后事情败露齐乡公只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指使齐国大父彭生杀害了他的妹夫鲁桓公 然后齐乡公又过河拆桥杀了彭生给鲁国赔罪 所以管仲和豹树牙在朝堂上就看出了 齐国的天下早晚得毁在齐乡公的手里 齐乡公没有此次 却有两个弟弟公子九和公子小白 于是管仲和豹树牙商量 决定一人辅佐一位逃离齐国外出避难 因此管仲就辅佐公子九 去了鲁国 宝树牙夫所公子小白去了举国 这都是当时山东半岛上实力与齐国大体相当的打鼓 果不其然几年之后 齐国公族树这儿出现的大夫连畅和管仲的同族 大夫管之父 发动兵变杀死了齐乡公 然后拥戴齐乡公的堂弟公孙无知几位 然后齐国的另一位大夫雍林 又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 齐国国内是一片混乱 这个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了临近的鲁国和举国 公子九得知齐乡公遇刺的消息之后 就赶紧去请求外甥鲁庄公帮助自己回国继位 一直有称霸东方野心的鲁庄公 也觉得能够在齐国这样的大国府立新军 那是一件对张宪鲁国国为大有好处的事情 因此也是积极调集人马 准备打张旗鼓 护送公子九回国继位 这时候有人来报 说公子小白早在几天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举国 正在赶回齐国的途中 于是辅佐公子九的管仲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亲率一只人马赶去截杀公子小白 鲁庄公和公子九心然应允 然后管仲就带人出发 还真在半岛上截住了公子小白一行 管仲假装表示有话要对公子小白说 等到公子小白刚一现身 管仲突然张弓打箭 一箭射去正中公子小白 眼见公子小白吐血倒地 管仲这才带给人回去向公子九和鲁庄公复命 因此鲁庄公和公子九都认为公子小白已死 如今大患已除 可以高准无忧了 于是他们就带着鲁庄的军队打张旗鼓 大排一仗 一路浩浩荡荡地向齐国进发 可是等到了齐鲁两国的边界 齐国军队早已是严阵一带 这时候鲁庄公公子就和管仲才知道 原来管仲那一箭只不过射中了公子小白的一带勾 为了骗过管仲 公子小白自己咬破舌尖假装吐血身亡 然后等管仲一走 公子小白已经是快马加鞭 抢先抵达了齐国首都林兹城 然后说服了被称为齐国二手的国氏和高氏两大家族 获得了这两个出身齐国公族数字 世代担任齐国上清的大家族的拒织 然后公子小白登基继位 就是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 鲁庄公原本还打算凭借武力强行拥立公子就上外 结果却被齐军击败鲁军全线溃败狼尾逃回国内 这时候报书牙就代表着鲁庄公的另一位舅舅齐桓公 送来了齐国的议和条件 报书牙说 为了确保齐国不再发生宗室内斗的内乱 所以必须要杀死公子舅 但是考虑到毕竟兄弟一场 齐侯不忍心亲自杀死自己的哥哥 所以这件事就麻烦鲁国了 另外呢就是公子舅手下有一个叫管仲的 这个人之前亲手射伤过齐侯 这是不公带天的大仇齐侯一定要亲自报 所以只要鲁国交出公子舅的尸体和一个活着的管仲 齐国就愿意罢兵一合 这时候鲁国大夫施伯站出了反对 他对鲁庄公说 管仲是一个有大才的人 足可以振兴一个国家 如今的上策是重用管仲继续和齐国抗衡 可是鲁庄公早已被之前的战败吓破了 他根本不敢设想继续和齐国抗衡的事情 于是施伯又说 那今天这样不如干脆杀了管仲 反正管仲也是齐国的盼战 我们就把他和公子就一块杀了 然后两颗脑袋一起送到齐国去议和 要不然一旦齐国重用了管仲 那可就麻烦了 可是这个建议也被鲁庄公拒绝了 他坚持认为 如今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按照齐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进行议和 结果果然如施伯所预料的那样 管仲一到齐国就被鲁庄亚亲自释放 送进驿管款弹 然后在鲁庄亚一再的举荐之下 齐桓公最终也是大度的宽幼了管仲当年的各位齐主 在沐浴斋戒三天之后 正式拜管仲为相 尊为重负 据说管仲拜相之后 君臣二人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齐桓公对管仲说寡人有点缺点 喜欢打猎 而且还好色 这会不会影响到齐国的霸业啊 管仲痛快的回答说 不会 于是齐桓公就问管仲 那什么样的事会影响到齐国的霸业呢 管仲就说 不能够发现贤臣会损害霸业 发现了贤臣却不能够重用 会损害霸业 启用了贤臣却不能够信任他 会损害霸业 信任了贤臣 但却和小人们一起讨论他 会损害霸业 就这样 齐桓公和管仲达成了一致 管仲总览齐国军政大权 推行改革 去努力实现齐国的王霸雄徒 而齐桓公呢 所保证绝不听信小人的挑拨离间 这样他既可以坐享贤君霸主的美名 还不用割涉喜田内好美色的这些个人爱好 君臣二人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管仲向齐之后 就把经济发展摆在了首要位置 提出了苍敏十二之礼结 一时足二之荣辱的主张 这齐国的初代国君齐太公 就是周朝建立的头号功臣 周武王的岳父 周成王的外祖父 后世神话小说《风险演义》里的那位主人公 江子牙 作为周朝建立的首功之臣 江子牙获得的封地 那自然是非同一般 得配得上他开国功臣和天子 因亲的身份才行 所以在齐国的领地中 有一项足以傲视天下的重要资源 食言 食言不仅能够在烹饪中起到 调味防腐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食言是人类摄取那元素最主要的途径 那可是人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当人体血液中的钠元素含量不足的时候 就会引起大脑迟钝 让人感到疲倦 甚至严重的 还会导致肌肉抽搐 甚至昏迷乃至于死亡 所以说食言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 而齐国地处山东 毗邻东海有鱼盐之力 所以当时的中原各国都非常依赖于齐国出口的食言 当然了 海盐并不是人类获取食言的唯一途径 除了海盐之外 还有从内陆咸水湖获取的食言 从寒盐地下水中提取的井盐 以及从盐东矿物中获得的盐盐 比如当时的靖国 是因为掌握了位于今天山西运城的盐湖 而获得了大量的食言 成为了当时中原地区非常重要的另一个盐产区 不过靖国的食言还不足以和齐国的海盐相抗衡 更不要说抛开齐国 单独满足中原各国对食言的需求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 齐国并不是当时周朝各诸侯国中唯一的盐海国家 那为什么我们只有在提到齐国的时候才会提到余盐之利呢 这是因为齐国的海盐并不是真的直接煮海水而得来的 而是因为在齐国北部的莱州湾 有大量的盐海盐矿 也就是俗称的卤水矿 卤水矿的盐含量是普通海水的四到五位 所以这个卤水矿其实和金矿 银矿 煤矿 铁矿 一样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矿产资源 也正因为如此 齐国才能够超越北方的盐国 南方的吴越 从一种盐海国家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海盐生产的垄断者 所以说齐国的海盐虽然可以说也是煮出来的 但不是真的去煮海水 因为那样提炼出来的盐好时长 而且费柴火 另外就是因为杂质过多 所以非常容易板结 口外也不好 和齐国这种煮卤水矿活动的海盐 根本无法相比 其实后来春秋末期的时候 越国就曾经尝试过自己直接煮海水之一 但是受到当时工艺水平的限制 越国的海盐在齐国海盐的面前毫无市场竞争力 其实齐国通过垄断石烟市场积累财富 扩大影响力早在齐桓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齐桓公的父亲齐西公和祖父齐庄公 就是因为有盐在手 在郑鲁宋魏燕等国之间合纵连横纵横百合 先后降服了成国许国济国 被称为是庄西小八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国依托于石烟贸易 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影响力 管仲推行了民治官卖的新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鼓励私人直言 然后由官府统一收购作为贸易市场上的一件利器 而齐国的石烟贸易也确实在之后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扩大石烟贸易的老生意 管仲还别出心裁的开设了一门新生意 开妓院 战国策中记载 齐桓公公中女士妻女女妻妻百 后来清代文人小说隋唐演义的作者主人霍 也曾经在他的短篇文集《监护集》中提到 管子之妻至女妻妻百 争其夜合之字以充国用 此其花粉钱之十夜 这里提到的女妻 就是管仲主持开设的齐国国营妓院 这批欧洲已是最早的国营妓院 雅典执政官梭伦开设的国营妓院 至少要早上了50年 所以说管仲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性交易合法化的先驱了 也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古代色情行业 一直都是把管仲作为行业的祖师爷 被当成是妓女的保护神 除了从方方面面鼓励齐国的工商业发展之外 管仲还大力推行了齐国官职和军职的改革 实现了齐国的国服兵强 而后齐国就开始正式踏上了他的争霸之路 而第一个目标就是齐国的老对手鲁国 鲁庄公当初没有听师伯的建言 把管仲活着交给了齐国 结果齐桓公重用管仲齐国的国力争争日上 鲁庄公那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而齐桓公也能感觉到出来 这个外表不太乖 因此齐国出兵攻占了鲁国的附属国 谈国谈国国军谈子逃亡举国 不过攻占谈国仍然没能够达到是鲁国屈服于齐国的目的 因此齐桓公就想直接跟鲁国开战 管仲倒是没有阻拦齐桓公 他只是提出需要点时间做一些准备 简单来说就是 请齐桓公换身衣服 于是齐桓公就在管仲的建议之下换下了棉衣 改成T衣 这个T是一种组厚光滑的丝制品 当时由于鲁国出产的鲁稿最为著名 被视作是这一类丝制品的代表 所以才有那么一句成语 叫做强弩之末 是不能穿鲁稿 齐桓公带头穿上的鲁稿 齐国臣民上下见了 也都趋之若鹜 纷纷开始穿鲁稿做的提议 大有日后楚王还喜要 共中多饿死的架势 而且管仲还公开颁布法令 凡是贩运鲁稿的齐国贩卖的商人 不禁免除入境税 而且每千匹鲁稿还额外赏三百斤 就这样大批的鲁稿 被商人们从鲁国贩卖到了齐国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齐国瞬间成为了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齐鲁之间的私聚品贸易 成为了鲁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的来源 于是鲁国上下开始大支鲁稿 是家家访车厢户户鲠稿盘 以至于鲁国田地荒芜 粮食欠收 不过鲁国人心里对此并不以为意 他们觉得按照眼下的行情 贩卖鲁稿的收入 足可以买来够鲁国人吃好几年的粮食 就这样 在不知不觉之间 鲁国从食盐进口到粮食进口 再到鲁稿出口 已经全部牢牢的捆绑在了齐鲁两国的贸易之上了 等到鲁国人因为忙于仿之而彻底错过了 播种粮食的最后时机之后 观众告诉齐万公 您可以把衣服换回来了 齐国突然颁布法令 停止了和鲁国的一切贸易 鲁国的鲁稿齐国再也不需要了 而鲁国不可或缺的食盐和粮食 却也同时无法从齐国获得了 鲁国经济瞬间崩溃 这时候鲁庄公才后知后觉的 想起来催促百姓们去种田 可是不用的时间早已错过 鲁国还是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一时之间恶嫖变眼 剩下的鲁国百姓也纷纷逃去了 临近一时丰足的齐国 据说不过两年的时间 鲁国的人口就只剩下了之前的四成 鲁庄公万般无奈之下 也只都放下了他周公但敌派子孙的傲气 乖乖的向齐国屈膝臣服 虽然后来因为鲁国大夫曹末 在惠盟仪式上突然发难 再加上管仲的细心劝说和齐桓公的大度 齐国在惠盟之后将此前抢占的鲁国领土 还给了鲁国 但是鲁国还是成为了一个遵从于齐国的国家 在之后齐国主持的历次惠盟之中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鲁国的声音 降服了鲁国之后 齐桓公就又盯上了 同在山东半岛上的来国和举国 为了能在争霸过程中占据道德高地 管仲伟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仪的口号 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天子 虽然自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 但是毕竟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 仍然是所有诸侯的封君 就像后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孔子 做春旧手说的那样 王人虽微虚于诸侯之上 所以说要尊重周天子 而攘仪就是说要抵御遗迪 对于各诸侯国的侵扰 不过先秦时代人们所说的遗迪 不仅仅是今天的人们 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血缘概念 更重要的 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 比如像是国君出自于 殷商王室同宗的子姓 虽然得到了周超的承认或封侯爵 但是却对周超的统治很不驯服的来国 来国虽然遵从周超的理智 但是作为殷商遗留下来的诸侯国 极傲不驯 时常挑战周天子的统治地缘 就经常遭受来国的入侵 因此来国在政治上不服从于周超 所以属于疑敌 还有就是向周超建立之后 分封先代君主的后裔 因此作为皇帝之子少浩的后代 而得以建立起来 结果最终却被作为被统治民族的 东义人的文化所同化的举国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举国虽然是周五王钦锋 公祖也是出自少浩后裔的几性 但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周超的理智 反而遵从当地东义人的习俗 因此也不能被认为是诸侯 而只能算是遗敌 这也就是后来唐代学者韩玉所说的 诸侯以理则一致 遗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 所以尽管举国曾经收留过 流亡在外的齐桓公 但是他们是遗敌 所以必须要攘 因此齐桓公就问管仲 说重负有什么好办法 对付来国和举国吗 然后管仲又提出和之前类似的回答 他说来国和举国盛产柴心 也就是柴火 国君您不妨下令派人到山上架设炼钢炉 去大量铸造铜器案 然后以此为由 从来国和举国高价收购柴心 齐桓公照办之后 来国和举国果然上大 据说来国的国君还自以为是的 认为自己虽然没有炼铜猪逼的技术 但却握有炼铜的重要资源 所以有朝一日 用来国的柴心就能转光齐国的铜器案 那时候就可以吞并齐国了 因此来国和举国的民众也都放弃了各自原来的职业 南征北战的时候 侧翼有了一个安稳的大后方 哈利连齐桓公都摸欠了管中这套商战亡国的谋略 所以等他想对带国动手的时候 就直接问 带国有什么特产 于是带国的狐皮又成为了齐国炒作的下一个目标 最后的结局也不难想象 齐桓公四年 公元前682年 宋国发生了内乱 宋敏公因为公开嘲讽 曾经在之前和鲁国的作战中兵败被俘 被释放回国的大夫南宫常万 激怒了南宫常万 因此南宫常万刺杀了宋敏公 拥戴宋国公子公子游继位 然后宋国公族出身的大夫大新 从曹国求得援军杀回宋国 驱逐了南宫常万 杀死了公子游 拥戴了宋敏公的弟弟公子玉说登记 就是宋桓公 利用这个机会 齐桓公以庆贺新天子登基的名义 亲自前往周都洛邑 朝见同样是刚刚继位的周西王 然后通过丰厚的贡品和谦卑的言辞 齐桓公从周西王那获得了代表天子 去确认宋桓公军位的使命 齐桓公以此为名 在公元前679年 召集宋、陈、蔡、朱等国在北姓会王 史称北姓之会 从此之后 齐桓公正式走上了他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的霸业之路 此后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的带领下 发山荣就燕国驱逐北敌存行就位 甚至为了平息鲁国的内乱 齐桓公亲自下令 处死了和小叔子私通 祸乱鲁国国政的亲妹妹 鲁国太后哀疆 不过在齐国称霸的道路上 还有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那就是南方强大的楚国 按照《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 楚国宗史据说是皇帝之孙专序的后代 而他们的先祖玉雄 据说曾经做过周文王的导师 除此之外 按照《绞心出土》的《清华剑》中的记载 玉雄的妻子是商王盘庚的女儿 所以楚国宗史 同时也是殷商王族的女系后裔 不过不管楚国的国君 到底是周王的老师 还是商王的女婿 在当时中原人看来 楚人都只不过是一见南蛮而已 因此周朝建立之后 虽然分封了楚国 但却仅仅是一个子觉国 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楚国被周人视作是南蛮 礼记上就说过 诸侯国君 其在东夷 北敌 西戎南蛮 虽大 曰子 后来周温王的孙子周成王 在吉阳主持诸侯会盟 拒绝让前来参加会盟的楚国国君 参加盟会的正式仪式 而只是让他和一些 遗敌各部的酋长们 一起负责仆役的工作 楚国对此当然是十分不满 为了抗议周朝的种族歧视 在周朝第九代天子 周遗王的时候 楚国国君雄渠自称是楚王 而且公开声称 我瞒一眼 不与中国之好事 不仅如此 他还立他的长子雄康为居弹王 次次雄红为恶王 右次雄之次为阅长王 所谓尊王仰仪的诸侯领袖 齐桓公当然不能无视 楚国这种形同叛逆的僭越性 按照管子中的记载 管中对于楚国采用的 也是以商战来打头战的方式 齐桓公修建了一座 方圆百里的卢院 然后派出中大夫王毅 带着两千万钱去楚国买路 三年之后 楚国想起者十分之四 楚国也不得不臣服于齐国 不过这段两大强国之间的贸易战 在管子中却是寥寥数笔 语焉不详 而在史记之中 却记载了另一个与管子不同的 外交版的齐楚之证 也算是给管中一个机会 展现一下他除了经济头脑之外的卓越口才 按照史记中的说法 齐楚之间直接冲突的爆发 源自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夫妻吵架 据说在齐桓公29年的一天 齐桓公和他的正气菜籍 一起泛舟胡上 很是开心 您别看齐桓公是沿海国家的郡主 但却不会游泳 反倒是内陆国家公主出身的菜籍 是一位游泳前卿 因此菜籍在船上突然同心打击 开始用力的摇晃游船 齐桓公在上面吓坏了 赶紧叫菜籍别晃了 可是菜籍却不以为意 他觉得就算万一齐桓公落水 自己也能救他 可是齐桓公可不这么想 因此等到二人回到岸上之后 齐桓公大发雷霆 然后派人把菜籍送回了娘家 菜籍觉得齐桓公小题大做 自己十分委屈 所以回家之后 就跟哥哥蔡幕侯哭诉 蔡幕侯间妹妹受了委屈 也很是气愤 当即决定 让妹妹跟齐桓公离婚 改嫁给了楚国的楚城王 消息传回齐国 齐桓公自然是勃然大怒 立刻召集了宋 陈卫 郑 徐 鲁 曹 朱 八个国家 组成了九国联军 攻打蔡国 楚国得局消息 也赶紧出兵 救援蔡国 然而还没等楚军赶到 蔡军就已经全线崩溃 于是九国联军 趁势调转枪口 攻入到了楚国境内 也许是因为管冲 之前炒错 楚国的路架的结果吧 楚城王觉得自己 不是九国联军的对手 于是派出了宰相 楚国另引 屈丸去面见齐桓公 希望能够说服 齐桓公退兵 屈丸来到了 齐桓公的大仗 见到了齐桓公和管仲 屈丸首先发问说 齐国地处北海 楚国地近南海 彼此距离遥远 就是放牧的牛马 因为发情走丢了 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 请问齐侯 为什么要带兵到这儿呢 管仲代表齐国回答说 当年武王分封天下的时候 就曾经授权我国先军太公 要辅佐天子 征讨不臣 东到大海 西到黄河 南到牧岭 北到吴帝 在此之间 所有的诸侯 只要是有不尊王室的行为 齐国都有权带天子征法 楚国不向天子进宫 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当年昭王南征 没能返回 这又是为什么呢 所以如今齐侯代表天子 来责问楚国 这些事情 楚国都应该给个说法 管仲说的昭王南征 指的是周朝第四代天子 周昭王率军南征 结果周天子 回下最精锐的宗州六师 在汉水几乎是全军覆没 周昭王本人也落水淹色了 不过周昭王南征的目标 到底是不是楚国 这个其实还存在了一些争议 屈丸听完管仲的责问之后 不配不亢的回答说 没有按时向天子进贡 这确实是我们楚国的不对 我国国军一定改正 至于昭王南征未归 那就和我们楚国没有关系了 您可以去问问汉水 齐桓公见口头上的责问 不能使楚国居服 就想炫耀一下联军强大的武力 所以齐桓公就提出 邀请屈丸移到检阅九国联军 在检阅兵马的时候 齐桓公只要自己强大的军队 问屈丸说 用这样的军队作战 谁能够抵挡 用这样的军队攻城 什么样的城市不会被攻破 齐桓公本以为 自己的军力强大足以震慑住楚国 没想到屈丸就回答说 如果齐侯用仁义来安抚诸侯 谁会不顺从呢 可是如果齐侯抛弃了仁义 使用武力 那么楚国用在北疆修筑的防御 攻势方程作为城墙 用汉水作为虎城河 就算齐侯挥下兵马再多 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押抚楚国 更何况楚国也承认了 齐国中原霸主的地位 允诺暗示向周天子进攻 于是齐国也见好就收 和楚国签订了朝陵之盟 扯军回国 公元前645年 齐桓公41年 管仲病危 齐桓公亲自去探望 齐桓公就问管仲 说重负去世之后 谁可以计认齐国的国相 然而管仲并没有像齐桓公猜测的那样 推荐自己的恩怨好友 也是齐桓公心腹的暴树压 管仲认为宝树压这个人 太过的刚正不额 不能容忍周围的人犯错 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出任国相的 因此管仲向齐桓公推举了 齐桓公的唐侄子 大夫齐鹏 而且管仲还严肃的告诫齐桓公 一定要远离 一牙开放 输雕这三个坚决 可惜的是 齐桓公没能听从管仲的临终告诫 再加上齐鹏和宝树压 在管仲去世之后不久先后病逝 晚年的齐桓公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重用一牙开放输雕三人 结果在齐桓公43年 齐桓公病重 他的五个儿子是各率党羽 争夺军委 而齐桓公本人呢 则被一牙输雕等人囚禁在了寝宫 不需任何人见面 就这样 没有了管仲辅佐的一袋拔主 就在愧对管仲的深深懊悔之中 饿死在了他的寝宫里 但是因为直到齐桓公饿死宫中 他那五个儿子之间 还没能分出个高低输赢 所以齐桓公的遗体 就这样被放在床上67天 无人过问 以至于最后 尸体生出来的区域 都爬到了齐桓公寝宫的殿外 而有管仲以求缔造的齐桓霸业 当然也就从此没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